朋友们好,昨天给朋友们介绍,乌克兰工程师他们开发的GISART,就是战场滴滴打车系统啊 就那些视频被人家下架了 有一些看我视频的人欢欣鼓舞,非常的高兴,总算你有视频被下架了 其实我的视频被下架是非常常见的,视频必隐藏,也是非常常见的 当然有些修改修改嘛,又复活了,有些呢,就不活了,就这么招吧,无所谓的 因为毕竟在那个环境里头,这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其实有些不喜欢我这个人,或者我做视频的这个风格跟方向的人,看看我的视频还是有一点点收获的 你比方说,昨天有一个人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也就是被枪毙掉的那个,乌克兰滴滴打车系统的那期视频吧 有个人讲是,你胡说八道什么,1959年,哪有什么计算机啊 你这话你就多么可笑了吧,就显得无知了吧 其实无知比歧视是正常的 经常,就是你知识不足的人,比知识更高的人歧视 那个你是无法避免的,咱们古人也不是经常说嘛 你这个人不学无术 那就是说是,你没有学习,你脑子里没有货 你呢,就是,不是个东西 就这么回事儿,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 就是古人,就是咱们中国古人,也是骂那些不好好学习 脑子里没东西,然后又出来胡说话的那些人吧 现在我们就大概的给一些,这么一部分人稍微普及一下吧 因为毕竟人家手指头点一下也费很多能量 看我的视频也不容易 你说,计算机什么时候有的呢?其实从原始社会就有了 拿手指头算,手指头就是天然计算机啊 那时候,现在我们用手指头来敲键盘,或者划那个手机屏幕 来完成一些计算任务 但是古代没有的时候,直接用手指头计算 手指头,还有各种各样的骨节 也是一个计算的公式,古代 我们不是老实说是,决胜千里之外 运筹帷幄之中 那运筹帷幄之中,那个筹是什么? 那就是最早的计算机啊 那为什么运筹就能够决胜千里之外呢? 因为它要算嘛,敌人有多少人 距离有多远 有多少钱了 它的整个有几个人,有几个关键的人物 都通过那个运筹来计算 后来我们也知道,我小时候还学过算盘 就是猪饭嘛 就是什么二一天做五啊,等等等等的 这都是猪饭的口诀,厨法口诀 不过我们在学校学猪饭啊,就学到 加减成,厨就不算了 厨是我的老父亲给我教的 还有各种各样的套路嘛,叫狮子滚绣球啊,等等的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这个呢,现在也没有多少意义了 我也就不多展开说了 我们就说一说,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机 从1830年的时候,就有一种程序控制的计算机了 当然那时候那个计算机是完全有手工打造的 也不多,全世界就那么一两台,在英国 它的动力从哪来的呢?就是蒸汽引擎 到一百年之后的1930年呢,就有所谓的微处理器计算机了 后来人家又有各种各样的进化 我们现在接触的这些计算机啊,什么桌式电脑啊,或者是 派代啊,或者是手机啊,等等的 这个呢,就是计算机完全平民化之后的一种产物 这个呢,在美国人家六十年代就开始了 你想想,IBM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是1911年的6月16日,跟6很有关系吧?其实西方人很不喜欢6这个数字的 但是呢,我也很喜欢6这个数字 我这个小店的这个 电话号码就是5149352226 我这个小店也是2011年6月16日开张的 跟IBM有点像吧? 反正说不定呢,也能发展一个IBM 也说不定,谁知道,IBM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个小公司 尽管是面向计算系统的 说到IBM,有些朋友呢,就会联想到 就是联想电脑 他不是买了IBM的ThinkPad的那种产品 跟相关的一些服务吗? 他认为就IBM死掉了,其实IBM现在还是相当的强大 世界上还是很一流的这种IT公司 这个呢,我就不展开说了,感兴趣的朋友们自己去了解就行了 你看,原子弹,氢弹 就是现在这种大杀气的发展,都跟计算机 计算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即使在二战的时候,计算机在军方也是相当普及的 学过计算机的人都可能知道 什么艾伦图林啊,什么艾德威斯曼啊 等等等等的这些计算机程序大咖 我今天呢,就不想给朋友们上这个计算机历史课了 就是想稍微给大家提示一下,点一下 有些老是嘲笑我,我说1959年美国军方用计算机 就开发出一种战场指挥系统 他们不服气,说那时候没有计算机,你这说法是错的 好好了解一下,计算机自古就有 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机,从1930年 就在军方就已经很普及了 再往前倒腾100年,1830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可以写程序的计算机了 好,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